今天是张元英同款发型合集 最近你好 多姐妹叫我出张元英同款造型 妹妹真的是太甜了 我发现她很喜欢公主头这一类的造型 其实也很适合我们一般女生 因为她可以拉高颅定 然后也可以修饰脸型 选的时候我一般都是从后往前卷 头发直接分成两半就可以了 先取一束头发 然后点发放垂直 这个片片已经夹在这边 然后这样子转一圈 这个片片还是垂直的在正前方 然后等个几秒之后 就给她这样子脱下来 然后再这样卷 她还是在正前方这个片片 然后嘴巴帮一直都是垂直着 然后再给她绕下来 好 绕完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向后 所有的头发都是这样子去卷好 然后这边就卷好了 不要打开的 它冷却一下 然后这一边呢也是一样 然后刘海这样挑出来 向旁边这样去卷一下 让它这样子抨起来 然后用梳子把卷度给它梳开 这个卷度是不是很好看 其实直接这么卷完就已经很好看了 然后那个超级粗粗的千鸟哥 其实就是在这边去出头发 然后向后拧 可以用一个这样子小抓夹 可以夹在这边固定一下 可以在这边夹两个漂亮的小夹子 然后就用狐狸发型更加简单 就是在头顶这样子斜着分出一个区块 然后也是这样子扭一下 蝴蝶结发墙固定一下 这边也是一样 然后乌鲁头的奥秘就是这样子扭一下 然后向上轻轻的一推 然后用抓甲给它抓起来 它就会超级饱满 最后一个还是把这个刘海给它控出来 在头顶分出一个小区块 一分为三 挡一鼓 摆了一鼓 然后这样子再带一鼓 这样子编 编到耳朵上面的这个位置 像毕竟给它粘起来 然后在这个中间套出一个洞 上面一个弹 然后拉紧 然后拉出一点稳密感 这边也是一样 就这样是不是超级简单 今天因为我想要教你们卷这个头发 所以我自己卷的特别认真 然后今天这个卷都特别漂亮 所以做什么发型也都很好看 全会吗 那今天就是这样 拜拜